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ven 中天地产提供极致服务 在湾区生活 今天我们来到珠海平沙新城 一个全新的楼盘 它叫做天玉珠海湾 其实这个楼盘 之前我们也拍过的 今次过来主要是因为 它准备推出一个8栋 和12栋的一个住宅单位 其中8栋是高层来的 33层 12栋就是那些小高层阳房 16层 而且这个12栋有两个户型 是可以直接无遮挡 看到我们的一个河景和海景 那真的非常之漂亮 而且是准备加推了 景限20席 那现在事不宜迟 进去一探究竟先吧 Hello Hello 大家好 那我现在就来到珠海湾的销售中心 现场 其实我旁边就是我们的托先生 Kelvin 有请Kelvin 介绍一下自己 和介绍一下我们的项目的区位 情况 OK 大家好我是Kelvin 你可以叫我姚三德德 我是这个事业顾问 然后对周边的区位 等一下我帮你讲解 等一下我说区域方面的东西 以及我们的项目本身的 基本讯息 和准备开售的产品 好 有请Kelvin介绍一下我们的区位 OK 那很多香港朋友首先要问到 就是我们怎么来珠海湾 首先是经过港珠澳大桥 过来这边 通过周三角环线 来到我们珠海大桥的方向 然后承接我们高南港高速 来到我们项目本身这个位置 那就是如果有人工岛 来到我们项目珠海湾 大概用时要几长时间 现在目前为止 大概需要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OK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未来里面 如果收好我们的 港珠澳大桥的西延前建成 就是那个香港的建成之后 全程过到我们的 人工岛就只需要四十分钟左右 或者建好一条新的高速快线 学校高速大概用四十分钟 就来到我们的项目 全程没有红绿灯 那挺方便 因为珠海湾 是我们珠海差不多最西边的地方 其实如果用四十分钟去到 就真的很便捷 是的 路程比较 虽然远 但是交通非常方便 因为目前近期珠海 都是大力发展西区这一边 目前在海经方面 亦都是价格挖的 亦都是投资局有价值的区域 是的 没错 说到这方面 先讲交通 往南边走的话 珠海目前来说 只有一条主干道 珠海大道 是的 为了缓解了这两边的一个经济 重要的交通税流 我亦都设计了几条新的主干道 包括有香海路的建设 而计在2021年 即今年年正式通车 通车之后 在我们项目到达珠海香州 大概四十分钟车程 那很快 四十分钟 就可以由珠海西去到珠海东的一个老城区 是的 另一方面就是珠海大道的未来的新建设 如何建设 未来的珠海大道 因为珠海又是一条珠海大桥 珠海大桥 因为台风天下 比较多珠海里面 可能会封桥 为了减轻交通的压力 也设置了一条新的海底隧道的建设 现在是动棍工 现在是2025年通车 包括和承接我们的 刚刚说的河港高速感 明白明白 那Kelvin呢 就把我们这个项目的交通 讲得很透彻 甚至我想了解一下 周边会不会有什么配套 是可以方便到我们的业主的呢 有啊 那接下来 我们去到我们的平沙新城大图里面 讲解一下 好啊 Kelvin 介绍一下我们珠海湾周边的配套 和未来的规则 好啊 首先大家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珠海湾的一个平面图 那整个珠海湾周边的平沙新城 它占地为25平方公里 相当于四个我们的航空新城土地面积 那区域内无论从医疗生活教育都一应俱全 从教育方面的话 我们的项目本身的话 旁边就会一站式 从幼儿园到初中的九年业务教育 教育资源就在家门口 那区域内区域有十数个幼儿园 包括四岁市学和梁组中学的 而珠海湾旁边就已经享有了教育资源了 那我们商业配套方面的话 在我们的项目旁边不到三十米 就会打造一个二级能力中心的商业体 就是这个位置了 是啊 到时又会有商场、市场、医疗服务中心等等 一起配套的 是 这个学校 在这个位置 到时就是这样的大级练身 整个商场很漂亮 是啊 这个就是商场 又有商场、医疗服务中心 和酒店包括休闲娱乐一体 这个又是华法成建的 大概三年来建成 在我们以期 现在在搭软机 加楼之后就正式去用了 这个商业体 是很漂亮 这个我设计得很漂亮 是啊 是啊 接下来在我们的项目 五到五百米左右 我们要打造行政办公用地 以及我们的商务服务用地 而这里到时要打造五米级的写字楼 包括酒店和政府的部门 而旁边这个位置要打造 类似第四个华法相当的商业体 到时我们可以吃完饭吃 来到这个位置去逛街 看电影 或者各方面的娱乐 都会在这个位置都有 所以很方便 很方便 那说到我们商业方面 旁边也有一个 五到两公里 我们要打造一个 2A级的平沙新城医院 有医院 有学校 有公园 还有商店 是的 那这个平沙新城区域 其实是可以代表我们珠海的河岸新城 是的 另一方面 到时还有13万亩的中心公园 包括2.07平方的生态公园 另一方面 还有一个东方威尼水城之称 有18公里长的河岸线 包括11条古建筑桥 也是封面 另一方面 它也会有一个8公里长的情侣路 然后到时有外国码头 商业用地 鱼路用地 包括游停中心 和我们的酒店用地 不得不提 旁边还有一个大型的千亿的配套 就是海泉湾5A度假区 那我就好像香港的朋友 去出享受 在香港这么高压力的情况 回来 浸泡温泉去都很不错 真的很好 不单是刚才说的 那些配套有 还加上一个旅游的项目 海泉湾 做一个湿地公园 到时它真的很容易居 无论从居住角度有好 投资角度有好 我觉得非常之不错 还有价格挖地 目前为止是1万2左右的平均价格 它拥有3房的 不到100万的海景房 这个价格的话 相对于周边来说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是的 据我所知 周边好像说新城之江 或者是方圆 特别是方圆 方圆已经去到14000万6左右 是的 等一下我会说到大家 就是我们马上推出一组 全海景的楼黄单位价格 全海景 是永久的海景 永久的海景 是20席 才只有20席 是20席 这个价格是非常优惠的 12500到13000 要买到全海景 那就是很漂亮 其实我现在听凯凡说 珠海湾其实相对于周边最大优势就是 我们是由一个流动 是可以真的完全无遮挡的 这样看到海景 是的 这个好正 Kevin等一下帮我介绍一下这个沙盘 好吗 没问题 马上开始帮我介绍哈盘 Kevin 介绍一下我们的项目的沙盘情况 好吗 大家看到现在目前为止 这个就是我们的天仪珠海湾 整个楼盘的沙盘 是的 那小楼盘在五后楼的位置 是的 整个沙盘占地为8万方 总见面为21万分 两期开发 A区为11栋 是 B区为8栋 现在主要是A区的这个位置 总是A区是一期 一期 总共呢 小区来说 A区和加B区 总共是2200户左右 现在A区是相当1400户左右 是 那目前为止 我们这边主要是在买 A区 一道失同已经销售完毕了 马上要加推是我们的 8栋高层 8栋高层 3层高的 2梯6壶的产品 2梯6壶 3层高 0102户是92平方 南北通透的户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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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 0506是81平方 现在是相当量化改三房产品 东楼和正楼位 一样是可以看到海景 都可以看到海景 但最美的就是06单位 到时可以看到南面的海景 包括三间房都可以看到西面的海景 西南位的改景 但是可能南面就看到部分海景 OK 那真的不错 如果都是买8栋 即是這個位置是藍不通透114坪 是的 零一零二都是 零一零二 即是這兩戶都是 是的 而且一棟樓價格是非常非常之不錯 因為全台已經沒有遮擋 同時價錢非常之比周邊樓盤便宜了三四千元 有多便宜 12000到13000大裝修的全台景單位 哇 真的是12000到13000可以買到無遮擋的海景單位 還要是平沙新城 還要是小高層16層小高層 密度低 正常來說12棟應該比8棟 是的 所以這裏非常之多人選擇 而且這裏是以一次性扶款的廣告人士 這棟樓很多人喜歡 150萬以來就擁有四房 150萬可以買到一個無遮擋的海景房 哇 真是漂亮 待會我真的要上去看看示範單位 再說回小區的一個基本狀況 小區裡面有泳池 包括我們的兒童區健身區和義務球區 包括有雙跑道設計 另一方面就是我們有十二班制的公立性有餘 在我家門校這個位置 即是屬於開發商自己去成建 到時是公立的 公立的 優先業主才讀書 哇 這樣挺好的 另一方面就是項目不到30秒 到剛才說的二級零零中心的商業 到時候有商場市場醫療服務中心 加門口就會有 即是一騎過馬路就到了兩名中心 很方便 到時買菜購物都可以去到 是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人車分樓 我們車位是一比一的 那路路法律達到35%至40%左右 所以基本上我們每一個動數 動二動之間的景觀都是最美的 最大化了 那我想問問8棟和12棟的交流時間是怎樣 我們1到7棟的交流時間是23年6月30日 而8棟是23年的12月份 即是說是一期的話 基本上整個整體都是23年的年底 連底座又可以交付 OK OK 還有一個想問問 他物業是誰做和物業費多少呢 物業方面是我們添加自己的物業 自己的物業 一級物業 然後物業費都是2.9毫米 OK 那不錯 大概三款情況我們現在比較清晰 我們現在上去看看示範單位 OK 事不宜事 看看你有沒有選 好 就來到示範單位 首先我們先看看81的示範單位 先看看戶型圖 這個建築面積是約81 二階一房 即是三個房間 先看看戶型圖的設計 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 這個戶型最大的特色是甚麼呢 就是這個由圓關位直到陽台位 這裡足足有10米 哇 很誇張 接著客廳的開間81平台做到3位4 很舒服 很歡唱 我們看看這個陽台 都試過改建成一個房間 一共是三間房 事不宜遲 先進來看看 進來第一時間會見到這道門 三合一的智能鎖 指紋 密碼和門時都可以的 非常之舒適 地磚都是採用淺色系的灰色調 替身都是比較時尚 其實你看到我身後 其實整個感覺很長 因為整個10米 很舒服 這個感覺做到 先說說廚房 廚房的話 這裡是有線名窗 還有它有一個廚櫃 給人整個感覺都很舒服 有三件套 遊演機 灶頭 同一個 這個攝錄櫃 這邊其實是可以預留作為一個 冰箱位 其實你看到這個位置 其實都算比較寬 81的話 實用率已經很高 我現在再進去看看 進來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餐廳的位置 可以看到放了一張四人桌 四人桌的位置依然是很闊落的 當然如果人多的話 這裡放一張桌 都是完全沒有問題 感覺就很舒服 再看看這個客廳 這個客廳的話 是開間做到三米四的 81平做到三米四 真的已經很厲害了 可以感受一下 其實那個感覺是不錯的 很舒服 三米四 擺步五十五吋 依然都可以保持住 我們看看陽台的情況 看到它的膠鏢來說 這個落地波 其實看起來 裏面有大氣 陽台的話 跟客廳一樣 都是做到三米四的設計 很舒服 陽台 這個位置 就是做到雙層玻璃 視野景觀會特別好 這個很舒服 後面 這個位置 就可以預留作為 防洗衣機的位置 這個位置其實是設計到 是真是比較人性化 是利用了每一處的角落 我們再看看這個洞區 講完 看回我們的靜區 三間房的情況 講三間房之前 先講一下它這個衛生間 這個衛生間 你會見到它這個造作 就是將洗手盆放了出來 到時可能如果人多的話 早上上班 可能會爭著廁所用 但是它將洗手盆做了出來 可能方便了我們很多的業主 和上班一族 我現在走進來 看看這個林浴間 這個名窗很舒服 寬度大約有3、4米 非常寬鬆 這個馬桶是和這個隔開了的 先看看這個 我們看看我們客房的情況 客房的情況 這裡是一線名窗的 但是當然這個異地陽萬間 不是實體樓 所以外面暫時看不到任何風景 其實這個房間就是剛好比較有骨子 就是面積就是比較剛好夠用 一張米5的床 還有書櫃 如果是不用書櫃也不要緊 導致是裝個衣櫃問題也不大 我們再看看 我現在接下來說 這個房間是一個布建陽台 它是一個L字形270度的窗 這個箱 相對來說 你剛才各位不用說 確實是小了一點 但問題是 到時你去改裝的塔塔位 是可以善用這個空間的面積 做兒童房就對了 或是做書房 有這個需求 最後看看主人房 因為這個戶型只有一個衛生間 所以這個主人房來說 如果沒有衛生間來說 就算比較大 這個睡眠區域 它是做了一張米5的床 兩個床頭櫃 包括一個梳妝櫃 其實現在飄窗的位置不算大 但是81做到來說 它就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它利用了每一處的空間位置 基本上是沒有一個多餘的地方 這個戶型雖然是剛衰戶型 但也可以住到一家四後到五後座 看完這個 我們看看大面積114的情況 看完81個示範單位 我們看看現在這個114的戶型設計 先看看這個 這個100 建築面積約為114 那就是做到3加1房 先看看它的戶型相當方正 我現在目前是這個位置 進來就是一個佈建的陽台 客廳的開間做到3加8 這個飯廳開間做到3加2 再看看主人房的開間做到3加3 114做到4房 其實就已經很厲害了 好像剛才的那個81 實用面積很大 進來看看 今天場景是異常火爆 會有很多人 先進來看看布建陽台 這個布建陽台 它是改造成一個書房的位置 你會看到它是這樣裝修到非常安逸 非常舒服的一個情景 那我們就看看出哪一個 到時這個可以改造成一個房間 或者書房都問題不大 我們先出去看看 非常熱鬧 我們看看 它這裡有很多人 它這個開間 就非常舒適 我們可以看到 很舒適 做到3米8這個位置 再看看陽台的設計 陽台的話 它這個開間都是做到3米8的 很舒適 而且你會看到它這個陽台 它這個已經做到差不多1米8 非常舒適 它這個位置是做了一個洗衣機的預留位 整個房間非常舒適 我們看完真的很漂亮 到時這裡看海景絕對一流 我們走出來一點 這個就是一個3米2開間的一個餐廳 你會看到這個3米2的餐廳 它是擺到六人台 而且這個過渡 依然是可以說 同時的3個人 甚至闊落3米2 這是一個朝向的飄窗 很舒服的 可能說人太多 坐在這裡 依然也是可以 再看看廚房 廚房的話 其實我覺得就不算大了 因為剛才81個廚房 就已經有一點驚喜的感覺 因為這個184做過廚房 並不會比剛才81大很多 但是有一點可以賺一賺的話 給它一個拉去的就是 這個位置預留冰箱 哇 真的夠大 可以放一個大的雙開門冰箱 完全沒有問題 現在可以看到這個是做一個 U字形的一個設計 而且它這個位置就不算闊落 基本上這裡站完一個人 你三個人基本上都站滿了 那就是這個名窗 我們就看看裡面的房間 因為這個房間是做到三個一房 即是四個房的設計 先看看它的客位 客位來說的話 你會看到 其實空間都是比較闊落的 裡面的話 轉個身也沒有問題 再看看 這個塔塔米的房間 這個塔塔米的房間 你會看到其實都算比較大 這裡做了一個書桌 所以梳妝櫃和床 塔塔米很舒適 塔塔米的房間還會放 還有皮鋪蚊漿 都是比較好的 這個門正對這裡 是還有一個房間 這個就是一個客房 這個客房會比剛才的房間大一點 你會看到其實都很舒適 這個房間差不多做到 剛才的81平的主人房 差不多大小 很舒服 它層高都比較高 再看看主人房 這個做到兩位 就看到主人房 其實這裡是做了三尾三的 三尾三的好處 在於這裡加多一個櫃 都不會顯得過度很翁倒 可以看到這個窗口 跟我們主人房看出去的景觀是一樣的 當然是異地洋人物間 所以沒有任何景觀 再看看這邊 這邊是做了一個梳妝櫃 當然它這樣做的話 其實我當時不是太喜歡 因為它可能要擋住這個衛生間的門 所以做了一個這樣的設計 再看看主位 主位的話跟剛才客位的空間的面積 肉眼看是沒有太大的分別 現在這個就是184平 戶型的設計 還有一個92平 兩房兩位的一個戶型 就暫時沒有養板間 相信不救 將來應該會出來的 看完這個護營了 我下去總結一下 看完我們的項目 天如珠海灣 看完我的區位 三盤和示範單位 我簡單去總結一下 我們這個項目的一些特色 譬如說 好像這個區域 平沙新城 它的發展規模其實是很大的 可以跟我們珠海的航空新城是相對標的 它到時發展完的一個 學校學位的配套 商業配套 公園的配套 甚至是醫院的配套 將來都會非常完善 我們這個項目 對比其他周邊的樓盤 好像保利和方園來說的話 它有一個很大的優勢是甚麼呢 就是天如珠海灣 會比這兩個樓盤更加接近於我們的海邊 另外的話 它旁邊 二旗的位置 就會有一個倫尼津深 到時去購物 買菜 逛街 會更加方便 但是最核心的一個賣點就是 現在加退的12棟 是一個無遮擋的海景 在平沙新城確實是很少的 好像說 方圓或者新城之江 可能未來前面會有樓盤 會遮擋著視線 但唯獨 這個12棟前面是真真正正無遮擋的 可能看航拍圖 就已經看得很清晰了 我們接著下一篇環節 首先講講這個項目的 現在一個接受空轉的情況 目前之前到現在一直都是接受空轉的 就講回現在它是準備加退8棟 12棟的了 對於香港人的朋友的政策就是這樣的 即是說它目前來講是不支持onkit 但是它是支持一個最長的六個月的分期 當然如果七天和六個月負清 它那個優惠折扣是會有少許不同 越早負清 因為它確實越大 但是可以有一個利好的消息 就是說現在它推出這些最漂亮 僅限20席的海景單位 它的均價大概是12000到13000左右 即是比周邊的樓盤的水位還要低 而且景色真是無敵的 那麼現在去應透的話 是會享受我們中天一個特殊的一個折扣 那麼本期節目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如果對我們這個項目 天魚豬和灣那麼興趣的朋友 我會聯繫我們的中天地產 或者WhatsApp我們唐先生 本期節目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下期再見 拜拜